可以看到水中的荒岛像是蓬莱仙岛一样 好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下的情况 用九个模组加上光影加上材质包 将我的世界变成最真实的现实世界会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加上真实地形模组 你会发现所有的地形都像三球一样起伏不断 然后我们再加上无方块模组 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更像真实的世界了 它已经不是方形的世界了 然后所有的三球都有很平滑的过渡 在MC中树是深层的开端和基础 那么我们第三个模组就加上了更真实的树 加上这个模组之后树就会变得更加真实 会有了支插 然后我们砍树 你会发现会砍更久 然后树会更真实地倒下去 跟真的是一样的 然后会变成木块 改造完树之后呢 为了让我的世界更加真实 我们下一步将要改造动物 我们加了更真实的动物模组 你会发现这个猪像更真实的猪 还有更真实的羊 它加了鸡脚和尾巴 然后是鸡的模样 牛 狼 在现实世界可不止猪鸡羊马这种简单的动物 我们可能还有长颈鹿 袋鼠 总之是现实世界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动物 甚至还有鲸鱼 有了各种陆地和海生的动物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加上更多的鸟类 比如说这种凤凰 墨地凤凰 沙漠凤凰 雪地凤凰 地狱凤凰 甚至水凤凰 云凤凰 随机生成的一个凤凰 总之是一个各种各样的鸟类的一个模组 有了更多的鸟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在我的世界当中也太安静了 所以我又添加了第七个模组 就是更真实的声音模组 我们发现只要我们走路的话 也会有声音 然后走到不停的方块上 声音是不同的 雪地上有柴雪的声音 非常的真实 草地的声音 石头上的声音 然后一个模组 我们添加了更真实的掉落 哇 它会平躺着地面上 钻石块 钻石 火把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东西 那就是如果我们从三顶上往下扔东西的话 它会滚落下去 哇 最后一个模组的话呢 就是现实时间模组 在这个模组默认的时间是一天是20分钟 我们还可以在它的配置文件当中 把时间改成真实的时间 也就是24小时 然后我们加上材质包 哇 这草地 这雪地 这草 跟现实当中的是一样的 这花再加上光影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无限接近现实世界的游戏啊 可以看到水中的荒岛像是蓬莱仙岛一样 然后这个山坡 可以看到我们的CPU温度最高达到了85度 然后是各种花各种景深各种树 91度 我的天啊 96度 哇 有可能会崩溃 OK 其实刚刚电脑死机啊 我们退出了游戏 然后加上前面的三次 我们总共死机了四次 然后其中有前面的两次 没有路上 好吧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下的情况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矿洞 哇 非常深 然后我们走下去 非常深邃的一个矿洞 非常的真实 一闪一下 可不要死机 这什么情况 这么黑的样子 哇 这边应该是铁矿石 僵尸啊 吓一跳 这边里面还长了一朵花 前面有小白 非常真实的一个矿洞 有水深 这边有 有蜘蛛啊 像岩浆一样 哇 这边有水 水深非常大 非常的真实 然后我们走远的话 水深就会渐渐的消失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哇 又退出了 OK 我们下到了矿洞的最深处 然后找到了岩浆所在的位置 非常的炙热的感觉 然后旁边还有钻石矿 OK 我们把时间调到了晚上 9点多的样子 哇 空中到处都是星星 月亮 好像有音的问题 应该是可能被云挡住了 然后我们飞高一点 这边还有一潭岩浆 由于森林比较多 起了迷雾 好吧 这就是一个如何打造超真实 现实世界的一个视频啊 然后为了这个视频 我死机了四次 然后电脑CPU骚高到了95度 最高达到了98度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自行尝试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